一个人要造成局势 说难听点要布下圈套 那人家很快就掉进来 各位听到这句话你一定觉得 哎呀这个人糟糕得很 奸诈阴谋 我劝你不要这样想 任何事情都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你一望好处想它都是好的 你一望坏处想它全都是坏的 你们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乐趣 就很容易情投意合 情投意合不一定是男女之间 同性之间照样可以情投意合 然后自同道合 自同道合跟情投意合有什么不同呢 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你要了解它很不容易 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人这么困难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 没有人会违背它 叫做什么 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 因为人心格度疲 你不能不防着 你一定要防着 不防着 我讲这句话是不太客气的 你吃亏上当 没有人同情你 没有 西方人你吃亏上当 人家会同情你 因为他们有同理心 我们没有 我们是同情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听到西方讲同理心 同理心 他就偏偏搬过来鼓吹同理心 中国人有什么同理心 中国人如果有同理心 那太容易相处了 就是大家按照道理走就好了 中国人你跟他讲道理 比什么都困难 我想我这几句话要说清楚 中国人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 但是要跟中国人讲道理 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中国人 只相信自己的道理 从来不相信别人的道理 我们很固执 我们经常自以为是 你不要说这些是缺点 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缺点 就是你应用的好不好而已 有什么缺点 现在人很奇怪 动不动就说谁有缺点 谁没有缺点 正确的看法 一个人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 一个人的优点正好就是他的缺点 在搞人际关系的人 如果还有缺点优点的话 我看不要搞了 一个人喜欢喝酒好不好 你说好才怪 你说不好才怪 他没有什么好不好 他没有什么好不好 天底下根本没有什么好不好